穷游非洲二十天我竟然花了三万块钱 谁在说非洲是穷人来玩的地方 我就跟谁挤 哈喽大家好我是何何 这是我们环球旅行的第十八个国家坦萨尼亚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在坦萨尼亚玩了二十多天 这二十多天其实挺快的 我跟小时两个呢也玩得很开心 今天正好呢我们在这个酒店休息 因为我们过几天过后呢 就要去我们环球旅行的下一个国家马拉维 所以呢我们打算在这边休息几天 趁着这个机会呢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这二十多天一个旅行的感受 正好也回答一下大家就是粉丝朋友们 比较感兴趣的几个问题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一趟 在坦萨尼亚二十多天花了多少钱 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都在问的 非洲旅行到底安不安全 还有以及就坦萨尼亚到底适不适合来旅游 趁着这个机会呢一一给大家解答一下 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二十天在坦萨尼亚的一个消费啊 大家都知道看我们视频的都了解啊 我跟小时呢就是穷游 但是刚才我算了一下 我们这二十天呢竟然花了三万块钱 真的是想象不到啊 因为我们两个是能省则省的 都没有住过什么海景酒店好的酒店 竟然这二十天都花了三万块 说真的超出了我们两个的这一个预期了 因为我们两个本来以为也就 一两万块钱能搞定的 但是花的还是挺多的 现在呢我们就一一给大家讲一下 我们这些花费都是在哪里的啊 首先呢就是签证跟机票 签证的话呢坦萨尼亚这边是落地签 一个人是五十美金 所以呢两个人的话呢 我们大概是花了七百块钱左右的人民币 还有一个呢就是机票 机票的话呢我们两个人是四千 我们的机票为什么这么便宜呢 实际上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从迪拜 直接飞到坦萨尼亚的桑岛的 所以呢我们两个人会便宜一点 大家如果是从国内飞的话呢 可能会有贵 说到机票这里呢 我还得给大家说个事情 就是坦萨尼亚跟肯尼亚呢 这两个航空公司 查你的返程机票是非常严格的 就是必须它能在 因为我们买票的话是有一个那个条形码的 然后呢你它必须要在查到你的返程票过后呢 它才会让你登机 不然是不可以的 然后我们当时买的是一张全价票 因为全价票的话是可以退掉的嘛 但是呢还是收了一定所需费的 这个是必须的 因为我们之后是打算走陆路 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返程机票才能登机 所以呢大家来这边玩的话 一定要买好返程机票 不然的话会很麻烦的 因为我们有之前 我们之前来的时候也查过很多攻略 就是很多航空公司 你没有返程机票的话 它是直接不让你登机了 在那边跟你扯半天 第二个呢就是住宿的消费了 住宿的话呢 我们在坦萨20多天 一共是花了4300 但是大家都知道啊 我跟小时两个人对住宿是不怎么挑剔的 主要是干净能住人 我们都可以的 所以呢我们住宿是啥都不挑 基本上住的都是坦萨最便宜 最简陋的就是住宿的 但是两个人还是花了4300的 其实我们那会儿在桑岛 两个人不是看到那个五星级海底酒店吗 当时是想说两个人奢侈一把住两晚 但是最后还是没舍得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次在坦萨尼亚的消费大头了 就是一些景点门票 说实在哦 我们这20多天其实玩得很丰富的 然后我们有出海 然后看海归 然后向洛日翻船 追海豚这些我们都参加了 然后呢还有在阿鲁莎的那四天三晚的Sephira 我们也参加了 所以呢我们这些的景点门票加起来 一共是12300块钱 12300说实在话 就是我们环球旅行以来 就是在一个国家花的最多的 关于景点门票这一方面的问题了 因为像我们之前出来玩的话呢 我们都是很少在景点门票上面这个支出的 第四个呢就是吃饭了 吃饭的话呢 我们这20多天一共花了差不多5000块钱左右 就是说实在话 我们大部分时间呢 都是自己煮泡面 然后煮稀饭 然后配一点咸菜吃的 然后呢偶尔呢会去中餐馆 吃一下中餐改善一下火食的 因为说真的 我跟小时候两个人尝试几次去吃 他们本地的那个餐 那确实是难以下线 就是胃一直在抗拒 所以都就没有怎么吃他们本地餐 第五项呢 就是我们在坦桑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 然后我们这次的交通 主要包括了打车 秃秃 以及轮船 还有长途大巴 一共是1420 好了 最激动人心的时候来了 刚才把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啊 我们这20天在非洲一共是花了28,700 哇塞 28,000多 这真的是超过了我们的预算 因为我们两个真的是在非洲 就各种各种省 就从这里省一点 从那里省一点 没想到这24天还是花了28,000 因为刚开始我们俩的是 这边应该就是 满打满算 差不多最多2万块钱能解决问题的 但是还是花的有点多了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很多人都在关心的问题 关于非洲旅游到底安不安全 就说实话啊 就是整个非洲的话呢 还是有一点危险的 但是要分个体的话 就像东非三国 像塔萨尼亚这些 作为旅游大国来旅游的话呢 还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它整体的话呢 比较成熟嘛 只要我们晚上 就不要一个人去钻一些小巷子啊 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还可以的 毕竟它是要旅游 要养活他们 所以呢 他们不会做出特别 比较冲突的事情 但是像一些部落呀 然后像一些边境啊 还是有点危险 所以呢 就不要说独自前往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在非洲 在这些时间呢 也经常看到 有很多女生单独的 勇闯非洲 我还是觉得 她们勇气可嘉的 所以小时有时候 经常问我 她说 要是我不跟你来的话呢 你敢一个人来吗 其实我觉得 我还是有点害怕的 但是还好 我们是两个人 但是因为 有些女孩子的话呢 她们可能就是 第一个 她们胆子比较大 第二个呢 她们的语言啊 什么的交流也比较好 所以呢 她们敢一个人出来玩 但说实在话 就是来非洲旅游 人身安全 不是最大的问题 也主要是防病毒 大家都知道 因为非洲 各种各样的病毒啊 就是很多 然后所以呢 我们在来之前呢 也是打了很多疫苗 但是也是防 防不胜防的 就像很多的 像瘧疾啊 一些 就是我们在这边 都看很多人得 前几天呢 我们不是在 中国餐厅吗 然后呢 那个老板跟我们说 因为非洲 现在的猴痘啊 也很严重 然后也有很多人得 所以呢 一定要让我们 要小心一点 我们最近 也很谨慎 就让那种路边摊啊 什么什么 我们都很 都几小顺微 保护好自己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坦桑尼亚 到底值不值得来旅游 其实说实在话 我觉得这边挺好的 因为这里 不只是我们 还有很多 其实外国人 来这边玩 因为这边 不仅有海岛 还有动物可以看 还有雪山 都是可以的 就像很多老外 他们都很喜欢 去桑岛躺平 因为桑岛 也被称为 平地板的 马尔代夫嘛 然后吃猪啊 什么的都可以 海景也很美 还可以追海豚 然后呢 有很多人 就来这边追动物 就是说很多人 就是一生必来一次的 Suffering 都是可以的 还有雪山 麒麟马扎罗 可以爬 所以呢 这边玩的很多 就是总的 我们这20天玩下来 我觉得是很值得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回答一下 很多粉丝朋友们 一些好奇宝宝的问题啊 就是说 为什么我们 一直来非洲旅行 为什么不去 欧美国家这些 好多人说 因为非洲便宜 所以我们才来玩 但你讲错了真的 非洲其实消费挺贵的 说实话 你看我们20天花了3万块 对吧 就是很多人 可能在他们的客观印象里面 就是觉得非洲穷 所以消费很低 所以呢 我们才会来这里玩 其实说实在话 就是在非洲这边呢 是有两个系统的 第一个是对于他们本地人 第二个呢 是对于我们游客 所以每次就是 本地人跟游客的价格 是不一样的 所以来非洲旅游的话 你说我们在这么穷的情况下 一个月花了3万块钱 是说实在话 很多人就是没有想不到的 其实像我们也想不到 就这次我们花一万多 去看一次动物大天徙 都被很多人喷 其实我真的很纳闷 不明白为啥 很多人说我们 花一万多 看动物大天徙 还不如不看呢 是吧 说他什么 以前看动物大天徙 花了十几万 我就想着 你花十几万 跟我花一万 有冲突吗 我们花一万 也看到动物了 对吧 其实花一万块钱 跟花十几万 动物是看得一样的 是吧 对只不过是在住宿条件 跟吃饭 吃饭的不一样 这些会好一点 还少一个 我们少看了动物大天徙 那个角马大天徙 对吧 对就是我们少看一个角马 河 只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到 三轮盖地的北部 因为我们 就是这次行程呢 没有安排那个 就是其他的 就是你看 吃就是吃猪 我们可能会差一点 因为我们便宜 但是我们在动物园 看着动物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去的是 同一个动物园 对吧 那个公园 不是动物园 还有人在评论区里面 说什么 我们两个一直在非洲玩 是因为我们俩穷 我们俩去不起欧洲 昨天小时还在评论区呢 跟别人杠起来了 我让他不要回 他非要回 其实有时候 不想回的 那没办法 你看做自己媒体啊 看到有些留言 真的很生气 你知道吗 有人说什么 说这两口子 有生之年 能不能去欧洲 还是问题呢 而且搞不懂的 欧洲有什么好的 一直舔欧洲 你要说我长得丑 配不上赫歌 我承认 但是你要说 欧洲比非洲好 那我要跟你拜扯拜扯了 对吧 欧洲有什么好的 欧洲都是我几年前 玩剩下的 没做自媒体之前 我就去了很多欧洲国家 对 你说巴黎 时尚之都 对吧 那么高大上 你去地铁走一走 全身都要遭位 那个巴黎 整个巴黎 你只能远观 你要近看 小巷子里面 还是脏轮厂 而且说实话 欧美国家人 打心眼里 瞧不起我们中国人 我几年前去的时候 就是这种感觉 虽然现在我们国家 强大了 有钱了 但是现在我们去 别人也是图你消费 你不消费 还是看不起 所以没必要舔欧美东 不要觉得说 去一趟欧美国家 能够去欧美国家 就觉得自己很高大上了 没必要 我们之所以没去 是因为我们的计划 还没有到那里 因为我们环球旅行 我们是想说 一步一步地走 我们先把非洲走完 然后再去其他的州 所以呢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也回了很多次 但是还有人 一旧是觉得我们穷 老人去非洲干什么 不去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咋了 欧美国家 欧美国家飞 一定要去吗 对啊 虽然你们说我们穷 虽然你们说我们是穷 我们是可以 虽然你们说我们穷 我们确实承认 但是我们穷 但是我们不一定说 是没有钱去欧美的 就还有人老实说 我们两个 这不是在旅游 是在逃难 给自己找自己受 就是没苦硬吃的那种 对 每个人的消费水平 不一样 对吧 你有钱有钱的玩法 没钱没钱的玩法 就像在评论区员说 你们去花一万块钱 看动物家经济 还不如不去呢 对吧 他说他去看动物家经济 都花了十几万 我就搞不懂了 你买车 你必须买劳斯莱斯吗 你不买劳斯莱斯 你就不买车了吗 没道理是吧 对 就是说实话 我们两个呢 都是普通家庭 从我们两个 在国内自驾 到现在环游世界 就是靠的都是 我们自己挣的钱 没有花家里一分钱 所以呢我们两个是想说 我们花自己的钱 走了这么多地方 看了这么多世界 是一件很骄傲的事情 对吧 而且还有这么好看的女朋友 陪我弄几天涯 你们羡慕不来的 所以以后大家也不要再纠结 是什么 我们雄游啊 富游啊 其实我们就是在记录 我们普通的旅行生活而已 今天呢就先聊到这里吧 然后明天我们会出发 我们第十九个国家 环球旅行第十九个国家 马拉维 好了我们马拉维再见 大家拜拜 拜拜